现在是早上11点钟 逛一下街啊 现在冬天来了 你看送外卖这个摩托车 前面放了很厚的衣服手套 那今天给大家聊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纽约送外卖最低时薪的问题 这也是一辆送外卖的摩托车 那看新闻说呢 纽约市政府有意提高送外卖朋友们的收入 让他们每天至少可以赚300美元 你看这里是纽约华人社区法拉圣的 纽约美食城 一进去看了很多送外卖的朋友 正在那里等单 现在不到中午11点钟 你看满大街都是外卖平台的广告 这里是满嘴香川菜馆 满口贴的是饭团外卖 这里呢是纽约华人社区 比较高档的一个商场 晚上这里是纸醉金迷啊 很多高级的中餐馆 看送外卖的已经开工了 可以看到这个纽约外卖平台啊 是非常的壮大呀 左手边第一个川山甲川菜馆 这边过来是金门铜火锅 好霸气的名字 这边是官府川菜 哇 这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哇 还有十几天就圣诞节了 你看这里圣诞装饰 已布置完毕啊 就等待尊贵的顾客 上门吃饭了 你看你又左手边是一家日本料理也很高级的 好难得来逛一圈啊 往里面走 那新闻说呢 很多送外卖的朋友反映啊 他们的收入呢 非常不受保障 上去是二楼 也有很多高级餐馆啊 好 沿着台阶而上 你看二楼还有很多户外就餐区啊 现在疫情都减缓了 那新闻说呢 很多外卖狼的他们欠缺这个职业保障 在订单不足的日子里啊 实行是往往不足十五美元一个小时 对面有一个刺青的 今天天气还是挺冷的啊 这里是好久不见 也是一家高级的中餐馆 今天最高温度是五摄氏度啊 最低温度零下二摄氏度 这里是四季椰箱 也装饰的很漂亮 继续往前走 大家看这个商场是不是很高级 那送外卖的工作者呢 他们希望在等订单的时候呢 都有底心 这家餐馆门口谁吐了一地 上面是蓝香小笼包 下面是1392海鲜一叶八 也是一家很高级的餐厅啊 旁边的小公园这里正在清扫落叶 王子杰过来这个小公园 你看这里是无家可归者的家当啊 东西确实挺多的 哇凳子 板凳 无数的塑料袋 上面还压着砖头 好还是来超市了 聊一下天嘛 哇超市好忙啊 现在中午11点钟 那接着说 在纽约送外卖的工作者呢 他们也希望就是增加他们的劳动保障 那新闻说呢 纽约市消费者和劳动保护局建议呢 需要立法保障送外卖员工的时薪 至少是每小时23块8毛2美元 大家觉得这个时薪怎么样 那新闻说呢 这个纽约时报报道哈 纽约大约有6万名为不同平台送餐工作的这个外卖工作人员 新闻说呢 有的外卖人员反应哈 有的时候一个小时都没有订单 工作12小时平均赚取150美元到200美元之间 大家看超市好多小偷 各执意的都有 被监控拍到 被商家张贴出来 要偷酒的酒鬼小偷 在这12小时工作赚取的150美元到200美元里面呢 还包括着小费 那很多送外卖的工作人员表示呢 如果送外卖的时候能达到每小时23块8毛2美元呢 那一天下来呢 保紧呢就能赚到300美元 这还是不错的收入 那外卖人员不受最低工资和基本雇员的保障呢 也没有劳工保险 需要在各种恶劣天气下进行工作 大家知道纽约经常冬天是天女路滑 还有下雪 因为纽约社车多人多哈 所以送外卖他们在道路上骑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危险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那个电动电单车经常被盗 所以很多送外卖的工作者呢 他们以2020年联合起来 要求加薪以及改善工作条件 那从超市出来了 这些市消费者和劳动保护局呢 正研究立法建议呢 明年设下最低时薪17块8毛7美元 今天跳广场舞的也不在了天气冷了嘛 那接着说那到2025年呢 这送外卖的时薪呢 将会增长至每小时23块8毛2美元 公元只有两个打太极拳的 所以呢革命尚未成功哈 同志仍需努力 那最厉害的法律改革呢 就是说外卖人员他们工作时间从街道订单开始哈 然后呢到餐厅等候取这个餐 然后直至送到顾客手里 这些时间哈都要计算在内 你看这位大叔正在打太极剑啊 熏赏一下 这座大楼门口又在搅手架了 那接着说政府呢也建议外卖平坛公司哈 要为待命时间支付底薪 不过外卖平坛公司呢也提出反对哈 警告成本增加只会转交给消费者 开点街景哈 这里就是纽约华人社区 普通的居民小区住宅区 在平台公司提出反对哈 他们说他们说呢 这样呢会导致顾客的减少 乘车上把这些脚手架拿下来 那接着说外卖公司说呢 而且呢这样做呢也会改变外卖 送外卖人员目前 更具弹性的这种工作模式 所以外卖平坛公司说呀 提心呢也会强迫外卖公司呢 减少雇佣这些送外卖的工作人员 这是华社区法拉松的20小学 那接着说 新闻说呢这些外卖人员表示呢 正如消防局不会只在救货的时候才有人工 他们也希望得到相同的待遇 不仅要争取最低工资也希望获得尊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